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人事方面的调整 国务院在三日依据港版国安法的决定 任命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另外任命郑彦雄为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署长 任命李江州和孙青也为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副署长 现年五十七岁的郑彦雄是广东汕头人 曾经担任汕尾市的市长 广东省政协常委 汕尾市市委书记 广东省宣传部副部长 广东省委常务副秘书长 省委政研室主任等职位 在出任汕尾市市委书记期间 曾经处理受到中外关注的乌坎村的事件 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广东省陆峰市乌坎村发生了土地维权事件 时任山委市书记郑彦雄参与处理事件 曾经向乌坎村村民发放题为劝语和平解决的光碟 以威胁教训的口吻 表示当官权力少 还抨击村民到境外媒体去出头 甚至说境外媒体如果信得过 那母猪都会上述等 引发了村民和网民的强烈不满 而六十六岁的骆惠宁 源于去年十一月卸任了山西省委书记 转任全国人民财经经纪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样的闲职 等待退休 即至今年一月被中央临危授命 调任来到香港 接替被指 未能反映香港实情而遭免职的王志民 出任中联办主任一职 被任命为国安公署副署长的李江舟 本身就是公安部驻香港中联办警务联络部的部长 现年五十二岁的李江舟是安徽人 曾经担任国安部国内安保一局局长 因而这被大陆维权人士戏称为国保统帅 李江舟本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察系 在一九九零年加入公安部 李江舟具备港澳事务的经验 曾经担任公安部的港澳台办主任 并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起 担任公安部驻香港中联办警务联络部部长 一直到现在 值得注意的是 郑彦雄的任命打破了外界此前推测的 国安公署掌门人会从国安公安等强力国家机构来选任的可能 而分别来自公安和国安的李江舟还有孙青也担任副署长 则证明了国安公署是由政治干部担任政治 再加上业务干部兼任副职而构成的 那么北京为什么会选郑彦雄这样一位政治干部来执掌国安公署呢 一般认为港版国安法赋予这个机构职位极大的权力 香港问题的解决单单依靠强力手段是不可以的 还是需要一个政治干部长袖善武 清楚香港国安五小事 尽管设置了国安公署 但是北京似乎并不想向香港人释放过度强硬的信号 这可能也是中国方面选拔夏宝龙和洛惠宁 两位曾经的地方高官来负责香港事务的原因 也是郑彦雄这种政治干部能够执掌驻港国安公署的相关理由 而说到香港问题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一篇评论文章 作者是日经驻中国的高级记者 他表示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条耐人寻味的消息 上面说朱镕基先生很生气 这条信息并没有解释这一位前总理为什么会生气 当然是否属实也没有办法核实 但是从上下文来看 这条消息似乎暗示朱镕基正在为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而恼火 朱镕基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担任中国总理五年 二零零二年也就是退休前的四个月 朱镕基访问了香港 在访问香港期间他发表讲话 向当地居民保证香港的未来 他说如果香港出了问题 那不仅是香港人的责任 也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他还表示如果从英国移交后 这座城市被压在中国的统治之下 政府官员会难免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不管是谁发的这条消息 可能是指现在的港版国家安全法 已经剥夺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而北京用法律确实是压制了香港 早期朱镕基引起了中国所谓改革开放先锋派邓小平的注意 在担任上海高官后 朱镕基在一九九一年升任副总理 当时就被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在一九九三年当中国遭遇了失控的通货膨胀时 朱镕基取代了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自掌控央行 他用货币紧缩政策来控制物价 并因其铁腕而被提拔为总理 作为总理 朱镕基一直在考虑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 考虑到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和腐败 这件事情做起来挑战重重 而他的强硬手段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 最后一口给我自己 朱镕基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的拥护者 但是他是从中国计划经济的指挥中心国家纪委所提拔上来的 这是现在发改委的前身 一九五二年在开国元勋的要求下 中国采取了社会主义路线 而朱镕基就加入了刚刚上任的委员会 并帮助制定经济蓝图 二十多年他一直住在政府机关附近的集体住宅区 正因为他身处中国计划经济的中心 日经亚洲评论的记者认为 他可能比许多人更早地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局限性 因此所谓的改革政策出台后 他也把自己放在了改革任务的最前沿 并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做出了早期的规划 对于朱镕基来说邓小平是一位导师 而香港回归是邓小平安排的 这是研究资本主义的门户 朱镕基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 他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公开讲话了 他对于习近平推行的香港安保法有什么看法呢 我总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去亲自访问他 而说到习近平与港办国安法 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的另外一条消息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现在正在加紧向政府施压 要求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进行的对日本的国事访问 此前这样的访问已经因为冠状病毒的爆发而被推迟了 自民党外事部门还有其他党员在周五起草了一份决议 以回应北京通过一项针对香港的新的国家安全法 该法律于本周早些时候进行颁布 决议强烈谴责该法案的实施 以及香港在抗议该法后发生的大规模逮捕事件 抗议表示我们要求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负起责任 决议还说日本应该考虑希望离开的香港居民 比如向他们发放工作签证便与他们离开 自从五月向政府提交重新考虑习近平访问的建议以来 外务省一直推动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省张表示香港的情况是中华的家庭暴力 中国的思维方式非常与众不同 他在一个论坛上表示 日本必须有权力明确表示 不会接受中国现在的举动 必须要与盟友一起努力 他特别强调 说到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关系 再要为您关注到有关于印度方面的一条消息 印度为报复上个月发生致命的边境冲突 而禁止了抖音还有其他几十款中国移动应用 而现在热门短视频应用抖音试图表示自己与北京之间是独立的 要与中国官方保持距离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对于以网络安全为由所给出的禁令 抖音的首席执行官梅尔表示 中国当局从未要求他们的印度用户的数据 即使有公司也不会遵守 我们用户的隐私以及印度的安全和主权 对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梅尔在发给印度官员 并且给华尔街日报浏览的一封信中所表示 他还说印度用户的数据是位于新加坡的服务器中 该公司计划在印度也建立一个数据中心 梅尔先生还表示 该公司在全球各地都有办事处和客户 抖音在中国市场目前没有上市 抖音是由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所拥有的 而现在公司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在周二印度方面表示 他将阻止或者是中断五十九个中国应用程序 现有印度用户的访问权限和下载权限 此举是在上个月中国和印度军队在争议很大的边境发生冲突 造成至少二十名印度士兵死亡之后所发现的 这样的禁令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还有字节跳动的应用程序 并在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的数字市场之一的地方 对于中国的顶级科技公司进行了惩罚 抖音在印度已经被下载了六亿多次 这是字节跳动在中国以外的最大用户市场 而说到企业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瑞幸咖啡的最新进展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瑞幸咖啡在周四表示联合创始人陆正耀仍会担任董事长 董事会没有能够获得罢免他所需的票数 解除陆正耀的董事兼董事长职务 至少需要三分之二与会亲自表决董事投票 此前的一天瑞幸咖啡宣布解雇十二名员工 这些人或者参与了去年三点一亿美元的销售造假行为 或者是对造假知情 此外瑞幸咖啡还表示 还有十五名员工面临其他纪律处分 而且该公司将终止与所有参与造假行为相关的第三方的业务关系 瑞幸咖啡表示 正在配合中国和美国的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此前公司因为涉嫌参与捏造销售数据 而解雇了首席执行官还有首席运营官 而公司在周三表示 对此事的内部调查已经完成 公司原定于在七月五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包括可能解除几名董事的任务 以及任命陆正耀提名的两名独立董事 瑞幸咖啡在声明中表示 根据内部调查中发现的文件和证据 以及陆正耀在内部调查中的配合程度 公司董事会的多数成员建议除名 这项人士表示陆正耀尚未答应特别委员会的面谈 以及查看手机和笔记本的要求 最后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法国相关的一条消息 法国总统办公室爱丽社工在七月三日宣布 法国总理菲利普以及其籍替政府出现辞职情况 总统马克龙在三日宣布任命卡斯泰为法国政府新一任总理 法国总统办公室宣布已经收到总理菲利普当天提交的辞职信 政府集体请辞 马克龙在二零一七年五月就任法国总统后 任命菲利普担任总理至今 三月稍早时候他批准了前总理菲利普提交的政府辞呈 开启了政府的重组进程 卡斯泰现年五十六岁在地方从政多年 二零二零年四月获得任命负责落实法国在新冠肺炎疫情缓和后的捷径政策 英国的天空电视台报道表示 预计菲利普及其政府的离开将为政府改组铺平道路 在任命新的内阁之前 本届政府将继续处理日常事务执政新的政府产生 报道表示随着马克龙提升自己在环保方面的资历 并且赢回失望的选民 越来越多的人猜测法国政府即将进行重组 而自六月中旬马克龙宣布 他想要重塑自己的总统任期以来 有关于菲利普未来的猜测就一直不断 尽管法国当局在处理新冠肺炎方面面临着很多的批评 但是菲利普的支持率在最近几周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而根据媒体的报道在六月底结束的二零二零年法国市政选举中 菲利普以百分之五十八点八的选票 赢得了西北部港口城市的市场选举 多数法官仍然希望菲利普可以留任法国政府总理一职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我们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继续在香港运营发展 祝愿他们取得更大成功 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 将为一国两制行稳致援提供更加强大的制度保障 将有利于维护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有利于更好的维护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自由权利 有利于保障各国投资者在港的合法权益 所谓强迫劳动问题 完全是美西方一些机构和人员凭空捏造 严重违背事实 新疆籍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作为中国广大劳动者的一部分 各项权益都受到法律保护 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去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 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 放下偏见 停止搞政治操弄 停止损人不利己的错误言行 停止借涉疆问题干扰破坏 破坏中美企业之间的正常经贸合作 每个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感谢观看